曹魏和司马家在篡位过程中 哪家杀的人最多 那咱们得先说好 这个杀人数你是统计这一家人杀的总人数多 还是单纯看为了篡权搞内斗干掉的人多 如果说咱们只看杀了多少人 那从曹操把汉贤帝绑架到许昌以后 那光是各种打仗 那这个就没法算了 毕竟曹操这个人他有屠城的毛病 肯定是老曹这人手里的血是最多的 但是反过来 如果咱们只看这两家人搞清洗和政变的话 那肯定是司马家遥遥领先 和曹魏那种依靠武力统一崛起的方式不一样 司马家篡位是依靠大规模的移三族 咱们这与三国志的记载作为依据 看看这两家谁移的三族移的最多 先说司马家这边 就从司马懿诸杀曹爽的公元249年 一直到司马炎建立西晋前的公元265年 在这16年当中 司马家至少灭掉了21个家族的三族 首先是司马懿在高平林之边之后 在诸杀曹爽的时候 他就顺手诸杀了曹爽的党羽 像何彦 李胜 桓范等人 一共八个家族 把他们全部移三族 这一次被千年杀害的人数就五千多人 打从这开始 司马家就喜欢上了移三族这种处理的办法 架空了曹魏政权之后 那些支持曹魏的大臣们 就和司马家干起来了 由此发生了淮南三叛 72岁高龄的司马懿亲自领人南下评判 第一次评判结束之后 司马懿就死了 第二次评判的是司马师 这一仗把他眼珠子都差点打爆僵了 评判结束之后也是一命呜呼 甘露二年 淮南三叛 司马昭几乎是清朝而出 这才平定了下去 而在这三次评判的过程当中 司马家领兵的三个人 司马懿 司马师 司马昭 先后把李峰 夏侯玄 诸葛旦 这些参加了反抗司马家的曹魏大臣 一共是12个家族 全部上了一个一三族套餐 还有像司马昭当街杀死了曹毛之后 又把成绩这个倒霉鬼拿去当替罪羊 灭了人家三族 这就有21家了 那至于曹魏那边 先是曹操因为一代赵的事杀死了董城 送上了曹魏首个一三族套餐 此后曹老板就爱上了这种清除人类的快乐 把掺和进一代赵事件的吴子兰 王子福等人一并送走 那这就五个家族了 接下来就是嘴贱的孔荣盯着曹操骂 最后曹操是没管人家孔子血脉的身份 给孔圣人后代送上了历史上的第一份灭族套餐 不过这个灭族是诛杀直系亲属 孔荣这一家是被杀了 但是孔子的20世孙可不止孔荣一个 以至于孔家并没有爵士 到了宋代就出现了衍生公 那么这么看 感觉曹老板还是应该多砍一点 此后的呢 还有像马腾 韩岁 以及参与了反抗曹操的福皇后一家 还有耿继 韦恍 这些意图反曹的人也全被灭族 加在一起也差不多是十个家族左右 远不到司马家的一半 虽然说司马家篡位的内耗比曹魏要严重的多 但是这种动不动就灭人全家的行为 是从曹魏开始的 只能说后来的司马家是清除于蓝 其实篡位这种事 他注定是不可能含情默默的 关键是要看你篡完之后 有没有在历史的长度上 把国家的蛋糕给他做大 但是像西晋那种篡完之后 直接把国家给做没了的 却是大一统王朝当中的独一份了 你学习的主意